歡迎大家回到《要求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繼續是全日總結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換了是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之駱Anna Anna 你好 阿美 你好 我們看到恒指今天要停定 今天收報在21473點 跌幅不超過100% 跌了65點 不過在港股之前 看看A股方面的情況 看到300指數今天向上收 好像是上證指數 今天升了19點 收報在2023點 戶芯300指數升了20點 收報2143點 深圳城指升101點 收報在7340點 300指數的升幅介乎是0.95%至1.4% 看到今天A股做得好一點 但始終兩會之後 沒有太大的實質消息傳出來 對於A股來說 幫助性不是那麼大 數字來說 橫觀數字比現在還差 怎樣看A股接下來的走勢 你回看上證指數 今天的確是出現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反彈 雖然看到今天有個反彈 但對於內地股市的看法 我都不敢看一個太正面的態度去看 始終雖然今天有個反彈 但你看上個星期公佈的 特別是宏觀經濟數據 都看到內地現階段面對的問題 仍然是比較多 在貨幣政策上 上個星期很多消息都猜人行 會不會有些動作在 不過自己分析都認為 其實放寬銀根相關的政策 短節來說 我都不敢抱一個太大衝勁 你說到星期二 看回人行會不會再繼續進行一些正回購的操作 如果這些正回購的操作 仍然是繼續持續的話 我覺得你說內地股市仍然是有機會 是虧下一個低位的 所以來看上證指數 雖然有個反彈 但短期來說比較威脅性 都是說2000點這些心理關口 如果再次跌穿2000點這些心理關口 後市再向年內新低 我覺得都不出奇 謝謝Anna對A股方面的分析 看看恆指方面 恆指的眼周回來後 都是窄幅響下 變動不大 全日的低位 都是在上午下跌116點 21423點 今天都要跌65點收市 怎麼看就是恆指方面的走勢 但見到國企指數方面 反而有得升 升34點收回到9333點 今天禮成交不算特別多 557億 怎麼看港股方面的走勢 看看港股方面 雖然今天恆指雖然是下跌 但我想最主要原因 你看到 隨著A股做好一點 其實個別股份的表現 就真的不算太過差 整體然然 你看整個港股上面 其實升跌的股份 都是各佔一半 都反映著情況 就不是說真的太過差 只是個別的指數成分股 可能真的做得差一點 特別說佔比比較大的騰訊 仍然有個沽壓在這裡 才導致恆指下跌 但是看恆指的技術走勢 現階段 其實走勢不是非常樂觀 因為你看整個技術走勢 以這些位置 最關鍵的支持位置 就看2月5日的低位 即21,198點這些位置 你說後市來說 有沒有機會跌穿這個位置 如果A股真的做得差一點 好像之前所說 仍然在進行正回購等等 A股再去沉底的話 恆指的確有可能會跌穿這個位置 如果跌穿這個水平 即21,198點這些位置 再進一步失手的話 恆指仍然有機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所以短線來說 先留意這個位置 不跌穿這個位置 有機會出現技術反彈 但是一日恆指 未能夠重越 好像上個星期五以下的下降列口 這個位置 即是未能夠重越21,600點流上之前 走勢仍然偏淡 投資者仍然需要加倍小心 好,謝謝Anna對於廣股分析 看完就是主要藍籌股 今天的收視影片 看見惠熊收報在77.5 跌了2號 中移動今天破底 看到低位見過68.65 收報在68.8 全日來說跌了1% 中國銀行收報3.01 沒有升跌 工資銀行4.04 已跌一先 建行5.05元升冷線 港交鎖114.7 跌8號 中人秀20.3.5升1號 有邦保險35.6.5跌1號 騰訊控股收報在546.5 跌了17.5 跌幅3% 金沙中國有得升 升至近2% 收報在62.25 長江實業升7號 新潤基地產跌1號 至於九倉方面 要跌4.5 收報在49.4 中海外18.52 跌4號 華潤之地跌2.52 收報15.56 看看另外幾隻 看到中海油跌6仙 中石油升2仙 中石化升9仙 至於困難能源跌2仙 收報13.66 中國神華 收報在19.84 全日升8仙 我和你跟進一下 馬籃籌股股方面的走勢 先跟進 跌幅最大的籃籌 就是新世界發展 編號就是17號 看到今天繼續破底 低位見過7.6 現在收報在7.81 全日跌跌至6% 上個星期 就著配股 以及 就著私有化 新世界中國的消息 以高價去到收購 相關的資產 看到股價跌了那麼多 今天繼續要跌 怎樣看這宗新聞 看看新世界發展 短期來說也要小心 後市仍然有機會繼續調整 這次股價的波動 主要原因是上個星期 公佈了它們要私有化 新世界中國 但在私有化的過程當中 公司亦都會進行公股 這個相關的動作 其實你說今次的公股 是否真的代表差勿 沒有一個吸引力 我又覺得未必 不過你說為何短期來講 股價可能會做得差一點 最主要是說今次 新世界發展的公股 和上次公股的距離 真的相對比較短 你說這麼短時間 再次進行公股的話 這方面都令到市場的信心 較為減弱了 甚至都擔心 這樣公股法 未來會攤薄 每股盈利的問題就會相對較多 這些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是自己就看回 雖然有一個工具的情況 但今次你說私有化 新世界中國 都看不到未來有甚麼好樂觀 或者很潛在的理想發展 所以短期來說 都要擔心股價仍然有機會繼續調整 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經過這兩天 見到大成交配合下下跌下來 我想後市來說 你說這隻股份真的要去搏的話 可能真的等到它回落到接近7元 即是公股價 接近6.2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投資者仍然要小心 有貨的 要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再跌穿今天的低位 即是7.6這些位置 都要考慮先行指示離場 因為擔心股價有機會繼續調整 試分7元以下的水平 我都覺得不足為奇 好 接著跟進 第二大跌幅就是騰訊控股 今天跌幅明顯跌超過3% 這隻股份一直這樣升 大家都在說 就是買一個Future 或者大家看一個憧憬 但見到最近來說 連日來當中都有一個調整 其實騰訊來說 股價走勢是怎樣走呢 騰訊這些位置操作上 真的相對比較難 公司又在3月19日 會公佈全年業績 連這個全年業績 都有機會波動 亦都可能反映後市的去向 所以你說業績之前怎樣部署 留意一下 始終近期來說 這些支付概念 甚至之前炒上來 最主要衷敬他們網上支付概念 那些相關的消息 部分也在說一些虛擬信用卡 相關的業務被人行叫停了 這個是導致股價近期 急跌的主要原因 但是 我想比較關鍵的 你跌到這些水平 都會看回業績的去向 所以整個部署策略上面 留意一下 股價現階段 都反覆下市 現在50天線這些位置 如果後市真的跌穿50天線 即是跌穿540元這些位置 整個調整幅度有機會加大 但你試試50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 受小心一點 你說在業績之前 如果真的看到跌穿540元這些位置 都要考慮 如果持貨多的話 都要減次利暢 但如果你說只持一手 不算持貨 持貨不算非常多的話 現階段 你說整個業績 不妨等業績出賣後再再去部署 好 接著說一下 就是藍色股裡面的升幅最大的股份 就是一隻銀魚 編號27號 下午回來之後 繼續都是在歷史上揚 看到最高更加是升 接近5%那麼多 怎麼看這隻銀魚 今天升的升幅是因為什麼原因 整體而言 今天看到豪島股的板塊 都表現得相對不錯 有消息都說到 路門有些部分的搭馬仔的業務 有機會分拆上市 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真的這個原因 導致豪島股這個板塊做得好一點 不過你看回 這個特別2014年的股市的表現 其實炒股不炒市的情況 就相對地比較明顯 你看到這些資金 轉期來說都留回一些科網股 支付概念這些板塊流出 不排除資金 也都再次去追碰豪島股這個板塊 始終說了 2月份的博彩數據 真的做得非常理想 近期來說市場 不知道是不是擔心3月份的做得不好 所以令到這個板塊都跌了下來 但是你看回銀魚的股價技術走勢 其實經過調整之後 見到70元這些位置 都有個不錯的支持力度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其實你說有個直播率在這裡 我覺得都是吸引的 你只要不跌穿70元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買承擔的風險 只是說4-5% 不跌穿70元這些位置 其實論技術走勢上面 我覺得都有條件反彈 看回80元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的操作上面 就是把指設價放到70元 不跌穿70元 這隻股份可以繼續持有 而後市的目標 可以看回80元以上的水平 好 謝謝Anna 場長的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先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自己是否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a 今天二雜財經台的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九點半鐘 繼續有二雜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如果想用股票問題 現在就可以轉為電郵給我們 訂閱地址至 askfbschannel.com